爸爸你看 我儿子真棒啊 孩子长大以后 你一定跟爸爸演示个大话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 上刚这个都要迟到了 我不想学钢琴 我想学画画 你又不听话了是吧 你也不管管他 我就是要跟爸爸学画画 你爸爸学有什么好 一点出钱都没有 爸爸是老师 老师有什么用 老师能挣几个钱 就你挣的那点钱 说出去也把话丢人 昨天在家里画这都破玩意 老师 你再来了吗 要不是我在外面辛辛苦苦地挣钱 辛苦怎么吃 辛苦怎么穿 你当着孩子在那边说这些干什么呢 灵灵 赶紧回我换衣服吧 你当时会做好人啊 那我不是灵灵好吗 你全天在家里干什么了 就知道话 钱不会挣就算了 他也不管 这也不管 我的话 爸爸 上课迟到了 赶紧走 独立创业开办装饰功夫的女强人郑云 在家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烦恼 丈夫林涛在大学任美术老师 平日只醉心于她的绘画之中 郑云工作繁忙 两人因缺少共同语言 结婚十余年 矛盾日益加剧 原本相爱的二人竟成了一个怨恶 你就要干事 我 那个林老师 我是来送作业的 请我吧 林老师 谢谢 你先坐会儿 我去给你拿瓶水 爸 你给你 我自己来吧 没事 林老师 你去坐吧 我一会就收拾好了 我自己来坐会儿 我去给你拿瓶水 你去拿瓶水 我去拿瓶水 你去拿瓶水 对我来到谁 我去拿瓶水 我去拿瓶水 你去拿瓶水 都不行 你还去拿瓶水 我去拿瓶水 噶 就要拿瓶水 嗯 我来说 你还学这种东西 我这种东西 我来说 我来说 收拾好了 谢谢 不碍事吧 我在家经常做这些 谢谢你 对了 喝瓶水 林老师 你要真想谢谢我的话 那个 要不帮我画张肖肖画吧 行吧 那你先坐吧 我想了人们 回见的时候呢 注意这个节奏 我看明明最近进步挺大的 是你们这的老师教得好 明明挺调皮的 哪有 那挺好的 行了 你先在这看着 我过去看看 好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还有没有不懂的 明明 妈妈在外面等你啊 我只能说 我听听听懂了 没有什么 没有人 我们会发现 很多天 没有人 没人 没人 不过去 观察 有没有人 没有人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感谢观看 小云是你 真的是你 认错了吗 怎么会认错呢 什么呀 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你 小云 这是我老高 怎么 你们俩原来认识啊 我们以前是同学 怎么会这么巧 是啊 我们是大学同学 都快二十年没见了 二十一年 这些年过得好 妈妈妈妈 这是你儿子 叫李叔叔好 李叔叔好 真乖 几岁了 八岁 那赵姐我们就先走了 好 慢走啊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怎么回事啊 老同学多少年没见了 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向东 我跟你说 你老实点 她都是那么大孩子的妈了 别混这么玩笑 都怀着孩子的人了 你还知道呀 哇 你还知道呀 我先机会电话 今天的事 就当没发生过 你还想要是被传出去怎么办 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先走了 对了 这话我得拿着 留个纪念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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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妈妈妈妈 明明 你先上楼去 妈妈一会就上去 啊 你今后 你后半辈子 你就毁了 那个该死的 你向东 不是个东西 他居然 还开屁股 就跑到国外去 你给我打个电话 他怎么说呀 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 听说我两百块 说他就这么厉害 小云 听妈的话 妈陪你去医院 我知道我和他 已经不可能了 你让我把他 生下来吧 妈妈 妈妈求求你了 要是不要我 宝贝 快点长大 长大了就可以 穿妈妈给你 做的漂亮衣服了 看看 小云 来来来 喝点糖水 小云 你先睡会吧 待会儿饭煮好了 我来叫你啊 你看 这孩子挺乖的呀 没事 反正是个女孩 几乎长大了 头发长长了 就会盖住的 我来说 孩子呢 小云 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为了您好 孩子抱住了 没了 怎么没了 怎么没了 你这大妈死了吧 你跟我说 孩子呢 孩子想吃 孩子那是谁 我孩子呢 哪来的那么多钱 我跟你说实话 孩子我送人呢 这些钱 是他送给你的营养费 啊 很多人 感谢观看 早点休息了吧 你先睡吧 我花来这点就睡 郑云和李向东的狭路相逢 刘欣欣对林涛的大胆是爱 让所有人内心都很不平静 今夜注定是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 你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又动了 他这几天踢到老胸了 这小家伙一点都不老实 睡吧 这个费度下位 那你先看 感谢观看 谢谢我们 李老师 我们先走了 李老师 谢谢 你待会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饭 我没空 李老师 你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饭 我家里有点事情 怎么 你跑啊 再回家吧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在弄什么样 妈给你 炖了汤 来 妈 我不是说嘛 我从外面吃了再回来 你在外面吃的那些东西 哪有营养啊 来 喝一口 怎么样 还是妈妈做了它好喝 好喝就多喝一点啊 清清 你看 妈妈给你吃了条围巾 试试看 看喜不喜欢 怎么样 挺好看的 喜欢就好 快吃完了 终于上学的时候 你还好找呢 说什么呢 人家都说了 这就有福气 真的是有福气 是啊 我要是没福气 能有你这么好的妈妈照顾我 但我比亲生女儿还亲 妈 你这白头发是越来越多了 别拔了 拔的太多了 拔也拔不完 你这都是为我操心给累的 妈妈是老了 拔两根头发 那有什么奇怪的 看看我们家星星啊 都长成大姑娘了 知道心疼妈妈了 真是妈妈的贴心小妙 可惜啊 你爸爸看不见了 妈 行了 不说这些不高兴的话 明天 妈妈带你去 买几件新衣服 把我们家星星啊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妈 这些年 你一个人操持这个家也不容易 咱们就别破费了 瞧你说的 妈妈呀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妈妈的钱不给你用 给谁用啊 妈 郑总 这是您要的报表 张总那个项目盯紧点啊 可以出差子啊 哦对了外面有位李先生说要见您 李先生 哦 让他进来吧 小鱼 说是你的公司 你找到我公司来有什么事吗 我想来看看 看你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我能够做的 我这挺忙的 没时间陪你续酒 请回吧 小鱼 我知道当年是我对不住你 但我也有我的苦衷 都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至于还恨我吧 李先生动物不恨你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要恨你呢 当年你就那样一走了之 现在良心发现 想回来弥补 没那个必要 请回吧 别在我这儿放来放去的 我觉得恶心 小鱼 我知道 我知道你还恨我 当年 别跟我提当年 当年那个孩子 我早就打掉了 同样子 但我不会上两次的 请你离开 你连解释的机会 都不给我 小鱼你知道吗 这么些年 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喂 林彬怎么了 在哪儿 我马上到 怎么了 要不我送你 不用你 我们的事情还没说完呢 慢点 别调皮了 知道没 啊 谢谢 辛苦你了 没事 林老师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咱们又不是外人 灵灵 妈妈来了 别怕 妈妈 怎么回事啊你 谢谢你 你太早了吗 是这样的 我在教室上课 她在外面等我 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 你是说没什么大碍 将来就可以出院了 这男孩子 不能养得太教官了 也别小提大做了 你说什么 教官 我小提大做了吗 他不是你的儿子吗 你不信疼吗 儿子又是这样了 你还在这儿跟女学生说说笑笑的 你说什么呢 她是爸妈送明明过来的 林涛 这么多年你挣不了钱就算了 现在连个孩子都看不好 我真是后悔 我当初怎么就嫁了你 这么一个没出息的男人 哲云 你干什么呢 这么多年了 你想的就是钱钱钱 钱对你有那么重要吗 是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可你呢 你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吗 你成天就是工作工作 明明这么大了 你给他过了几个生日 他现在上几年纪几班 你知道吗 你老说挣钱不容易 你考虑过我和明明的感受吗 啊 是 我没本事我挣不了钱 我吃软饭 你要真看不上我 咱们就分刀扬镳 你 给他你可以啊你 长本事了是吧 你这么说都是我的不对 我的不对是吧 我那么多年辛辛苦苦 拼拼的为这个家補充 我为了什么苦 喂 你的工作要找你 赶紧去吧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咪咪 你好好躺着啊 嗯 妈妈答应你 过两天忙完了放假了 一定好好陪你 嗯 我不好开始了 咳咳咪 那该会被君说了 anx年 你不过来 我来说 你有个话 我来说 他跟着人 我来说 你不过去 我来说 感谢观看 喂 你好 哪位 喂 香槟 是我 香东 我说过了让你不要再找我的 先别挂 先别挂 我就说一句 说 小玥 我知道当年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对不住你 是我混蛋 说完了 不是 其实 我想说的是 如果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把我公司的股份 分一部分 我没有其他意思 其实我 就是想让你过得 过得幸福 过得开心 为什么 当年你 不管当年怎么样 小玥 这么多年了 我对你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 是啊 这么多年了 你确实没别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依然是个王八蛋 你 你老公每天挺着个大肚子 开培训班 你却跑到我面前来献殷勤 这跟你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什么区别 你要是真有钱的话 就花在你老婆孩子身上了 至于你的心 趁早拿去喂狗吧 喂 喂 你在和谁送电话呀 不用做什么事 下班了 回家吧 走吧 小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戴镜子,你用这个看吧 爸爸,我们来拍照吧 行行行 行,先放一下 还是我来吧 梁老师,你靠近点呗 爸爸,我想睡觉了,我好困呐 行行行 林老师 那我先走了 时候不早了,你让明明早点睡吧 欣欣,辛苦你了 没事 欣欣 嗯,那个 明明她妈妈可能马上就到楼下了 如果你在楼下遇到她 我知道 林老师 你放心吧 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谁偷偷摸摸的 你刚才和谁在通电话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工作上的事情 你工作上的事情 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呀 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啊 你是不是活那天那女儿在通电话 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 成天一生一鬼啊 算了算了一点 我怀孕了 我不跟你记住 那你心里面要没什么把你的手机给我看吗 你平白无故的看什么手机啊 你给我啊 你干什么 你给我看看 太穿了,戴怎么样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别下去 你走 你走 你走,现在没人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想什么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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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一楼看看 是冰昂太太 叫得挺亲人啊 她是你什么人 还那么紧张她 你说什么呢 林桃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也听不懂 自己的女学生 你胡说什么呢 胡说 你不成认识吧 你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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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孩还挺年轻的 好像还长得挺漂亮的 可不是吗 我刚要上床 走亲家外面 这里好多学友 好惨哦 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那个车 撞了人就跑了 我想 一定是附近住的人 要不谁 大晚上的 把车开到这儿来啊 没看到那车 没有 对了阿姨 那个被撞的人 去哪儿了 被救护车拉走了 对了 还活着吗 刚上救护车的时候 还有气 你现在就不知道了 爸爸 我 我还是去自捎吧 你去 你要去了 我跟孩子怎么办 行了 别想了 万一他没事呢 明天我们先去医院 看了情况再说 阿贵 别走 你怎么办啊 阿姨 阿姨 这 阿姨 你不要去拍了不同书啊 没事 谢谢 谢谢妈妈 你不要太着急了 天天肯定会没事的 我是欣欣的老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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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很成功 但是病人再开就脱了一些 如果病人能备很多属于活动 病人现在需要安静的休息 如果你们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按墙上的按钮 二十小时医院都有值班人员 好的 医生不客气 谢谢你们 好不客气 林老师 请别真是谢谢你啊 没事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我一个人陪他就行了 小河 要不这样你先走 我和欣欣妈妈呀 一起陪着欣欣 那 那我就先走了林老师 坐上小心点 谢谢你啊林老师 没事 妈 你这回有空吗 有空啊 什么事啊 那你帮我把明明送到医院去吧 她腿摔了 要换药 我现在要赶出去公司 林涛呢 别提他 我说你们这些孩子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 行了行了行了 待会儿我去过去 好 那我麻烦了就去医院 啊 那我去过去 你们这边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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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事啊 那我身边的 我看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你帮你帮我 是嗎 嗯 你醒了 欣欣 林老师 欣欣 林老师 他一直守着你 欣欣 你先好好休息 别说太多话 我下楼给你们买点吃的 是 林老师 谢谢 你好 请问一下 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撑撞了 在这里什么房间 二十七床 哦 谢谢 你好 我们是来调查昨晚车祸事故的 你是受害者母亲 是 你们是不是逮到那个撞我女儿的人呢 目前还没有线索 我们正在调查之中 你们一定要把那个人给逮住 还我女儿的一个公道 受害者身体现在怎样 刚刚才醒过来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 好 行 换点 妈妈 我不想打针 咱不打针 等换点药就好了 妈妈呢 你妈妈一会儿就来看你 阿姨 阿姨把这单子来去缴费 哦 好的 平平 在这儿乖点啊 老都给你缴费去啊 请问 你们热室在什么地方间 这边 谢谢 是你呀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女儿她出了点事 我在这里陪她 你女儿 你女儿 你妹的孩子 是我女儿 赶快到我去看看 你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她说什么的 快去吧 我女儿 她说什么 早就没有 警方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我女儿 我女儿 你最好 我女儿 我女儿 她说什么 剩十年前就是不好了的吗 我把钱给你以后 我们就各不相干了 这些 她是我的女儿 我把钱给你以后 我们就各不相干了 跟人家没关系啊 我不是来给你抢女儿的 妈 你在说什么呀 抢谁的女儿 抢谁的女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爸 爸 这是我的学生 你怎么在这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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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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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人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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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